农地春节来临 台电北溪区处特别举办 明师辉豪宋春莲的活动 邀请新北市现代艺术创作协会 吴聪文理事长等三位书法家 为民众亲笔写春莲 有请我们在地的几位书法明师 力临到我们北溪这个现场 那希望这个宋春莲这个活动 能够在这个热闹喜气洋洋 这个氛围来举行 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取得这个春莲 回去就可以做一些除旧不新 求得明年好运祈福的这个目的 活动一开始处长多位长官及书法家 还共同写下好运隆宗来顾北溪 祝福民众已为台电北溪区处祈福 现场也来了多位民众排队索取春莲 我们就希望这个春莲的话 除了来洽工的民众可以取得之外 那另外包括我们华城里的李明 我们也透过我们陈一新陈里长 做广播做一些赖群组的宣传 活动前台电还特别跟当地里长联络 广邀邻居李明一同来索取春莲 果然当天现场人潮满满 敦青木林也福到台电洽工民众 让许多民众提前感受到浓厚年节气氛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新庄采访报导 也启咬下了 谢谢观看